中国警方近一年来在西南地区逮捕非法偷渡嫌犯800多人 人蛇则是300多名 警方表示这些偷渡案绝大多数和宗教极端分子有关 他们由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运动操控 在中国招募追随者进行犯罪邪登 自去年4月底中国公安部成立特别调查小组以来 警方侦破的偷渡案达262起 截至今年1月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 因企图非法跨境而被捕的人多达852人 被捕的人蛇则有352人 警方星期天晚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开枪打死两名企图非法跨境进入越南的维吾尔族偷渡客 两人被捕 警方还在追捕再逃的另一人 中国公安部表示 这些偷渡活动主要由东伊运组织从海外操控 偷渡他们出境加入回教极端活动 中国官方媒体曾报道 已有多达300名东伊运成员进入叙利亚和土耳其 加入伊斯兰国组织